不知道大家看了今集的前度預告沒有 相信都呼之欲出 沒錯!就是邪教 邪教 大家好,歡迎來到格物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阿牧 在日常生活裡面,每一件物件都有他的故事 我每一期都會以不同的物件做主角 簡單地說一下他的歷史和冷知識 如果你想緊貼影片的更新,歡迎訂閱我們 邪教,英文來講是源自於coast這個字 是由拉丁文過來來演變過來的 即是耕地的意思 而英文裡面culture這個字也是差不多這個意思 就是說通過人類的雙手在土地上耕種去經營生活 文化這個字也是這樣來的 而文化之中那些有特殊宗教色彩的東西就稱為coast 而且是沒有貶義的意思 但是去到美國英文裡面 將那些很小,很新奇,又奇怪的團體就稱為coast 但是在20多年前 發生了人民治愿這個集體自殺的事件之後 就開始有很多跟宗教團體相關的事件發生 於是coast就慢慢變成一些 指向特別是危害到人類社會的邪惡宗教團體 以前所謂的邪教 其實不是好像現在那麼極端 多數都是由於所謂正派宗教的腐敗而衍生 由法拉克王朝開始 一二萬人每次征服完大量的土地之後 他們就會將所有的資源據為己有 只是分給自己的朝臣、將軍、主教和修道院長 因為當時的國家都是正教合一 你有宗教就等於有權力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那群官和神職人員可以說是蛇鼠一窝 比賽這些人 他們會拿一些官位和神職的職位 用來做買賣 亦都會發死人才 賣墓地等等 如果做不夠錢就要賣證物 最可惡的就是他們推出贖罪圈 你覺得自己有罪?不用怕 只要你買得起這張贖罪圈 你就可以贖到自己的罪了 當一個國家對自己的人民都不負責任的時候 教會又不能夠真正地安撫人民的靈魂 甚至成為專制國家的幫兇 無權無勢的平民 就不能不找一些自救的方法 這樣搞法 邪教就自然日益強大 當時有很多人私下組織一些團體 創立自己的宗教 希望有一天可以重建光明 這些就是所謂最原始的邪教 例如古波斯的摩尼教 就是當時最早的一個宗教團體 而當中的一個分支叫做阿爾比派 他們要求廢除教會的階級制度 評擊神職人員 其身不正 豈可盜人向善? 教廷本身是想用歸化和懷右政策 去對付這些派別 但最後都沒用 沒人想騷擾他 收屁吧 於是教宗隔離哥利狗世 就認定摩尼教是邪教 立刻調動法國北部全部的勢力 組織十字軍 誓要殺死所有的異教徒 1313年 在意大利北部 阿爾比斯山的皮德蒙特峽谷 十字軍封鎖了整個山頭 放火燒山 結果有幾千人被燒山燈死 不是 被山火燒死 就算死剩了 都會被人抓去做骷髏 他們會被人綁在馬車上 遊街示眾 用燒熱的鉗 撕爛他們的皮肉 扯斷他們的四肢 和生殖器官 之後就把他們處死 如果不好才被他們指控是異教徒的話 你就只有兩條路選擇 刀灰和認罪 如果你說這件事不關你的事 那沒辦法了 你刀不到灰了 你唯有認罪而已 就是這樣 持續進一個世紀的清靈行動 都是無法徹底滅絕那幫所謂的邪教徒的 不是因為他們有多不好打 或者他們躲起來躲得有多厲害 是因為你們整個世紀都完全沒有改善過 一天到一刻只會清零 完全沒有想過要改善自己的問題 就是把問題歸救在那些人 有沒有想過自己有責任嗎 就是因為你這麼廢 所以那些人才要反你 要我發佈才行 濫泥盆不想病 至於什麼是邪教 後來他們一個界定的方法 就是由當時的教宗來界定 總之 你不妥我 你不同意我 我就會說你是邪教 我還會用一堆聖經來達你 那幫街坊每個人都在蹲的 看得你不蹲 你還不是自私鬼 你既然這麼自私的話 我就不讓你去商場 不讓你看電影 不讓你做健身 不讓你吃飯 跟我作對 說起邪教 當然不少得的 就是震動世界的邪教殺人事件 以下我們選了一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記住 穿多一件衣服 因為好寒的 南美洲丐雅那的一個叢林深處的一個小鎮 瓊屍鎮 橫屍片野 有908具遺體 散落在周圍的廣場 直升機航拍的鏡頭之下 可以看到更加驚人的事實 有差不多300個人是小孩子 而這908個人是怎麼死的呢 我們一起看看這宗瓊屍鎮慘案 1953年 22歲的Jim Jones 他小小就想做牧師 他建立了一間小教堂 自己擔任牧師 剛剛開始的時候 Jones很積極地做社會服務 他開設免費的食堂 日間託兒所 和一些老人診所等等 其中大多數的信徒 都是來自低收入的非裔美國人 他們飽受黑人的氣壓 飽受白人 是 哈哈 他們飽受白人的氣壓 過著很絕望的生活 對於肯接濟他們的人 他們心裏便自然會當他們是神般拜 1965年 Jones帶著十幾個忠實的追隨者 去到加州建立了一個人民聖殿基督教堂 人民聖殿教徒也迅速突破了一萬人 Jones的野心也日益增強 他扭曲了原本基督教的教義 他宣稱自己是神的化身 是先知 前身是釋迦茅尼 耶穌基督 和列寧 喂?為什麼是列寧呢? 玩東西吧?這篇稿 不過無所謂 我們繼續說 Jones為了證明自己是天選之人 他舉辦了很多治療報道會 和教會的幹部一起做了很多場好戲 例如即場根治絕症 也是因為這樣 令到人民聖殿教 慢慢慢慢變成世人眼中的邪教 1977年 隨著教會日益壯大 媒體對Jones也越來越有興趣 也揭發了他很多醜聞 包括教會內部的貪污 虐待 勒索 和一些和政治人物的秘密交易 走私販賣等等 為了避免報道一出 會引起大規模的推教潮 Jones就決定和他的信徒 離開加州去到南美洲的 凱雅那 Jones和當地政府租了一塊2.7萬畝的地 搭了三十幾個很簡單的房屋 然後就將人民聖殿教的教徒 一批一批地運送過去 並且將這個神秘的小鎮 稱之為瓊斯鎮 但是這班信徒 慢慢想不到的是 迎接他們的 是前所未有的人間連獄 瓊斯鎮是與世隔絕的世界 首先極為偏僻 沒有電話 沒有辦法和外界聯絡 也絕對不會得到外界任何的資訊 人民聖殿教的教徒 在那裏就過著與世隔絕的恐怖生活 Jones以房間不足的理由 將男女分開住 一間房逼了十幾個人 完全沒有私生活 大人和小孩也不可以同住 房間和房間之間禁止任何交流 只是批准信徒在晚上和自己的小孩 聊一兩個小時 其餘的時間是完全禁止接觸的 Jones也要求所有的小孩 只准叫他做爸爸 這套原則後來也套用在成年的信徒身上 他的目的是要切斷信徒之間 所有的愛情、親情和友情 他更毫無廉恥地向信徒宣稱 大家唯一的戀愛對象 只可以是他自己 所以他隨意去強姦任何的女信徒 而且還要女信徒 讚他有多厲害有多厲害 當然有些信徒是頂不住的生活 決定離開這個瓊斯鎮 不過仍是有一個效忠自己的親衛隊 大約有五十個人 拿著一支步槍日夜巡邏 如果有人逃走的話 下場就會很慘 他們會被人塞入一個 只是容納一個人的傷 然後就會體驗一下被活埋的滋味 體驗了一會之後 他們會挖它出來 然後就會注射一些藥物 這個人的餘生就會生活在一個 精神崩潰的邊緣裏面 更加詭異的是 在這個瓊斯鎮兩年來 信徒一共經歷了六次集體自殺的演習 所有人包括小孩 全部都要排成一條直線 去領取一杯紅色的液體 當時Jones跟大家說 這杯是有毒的 喝了之後 45分鐘之內一定會死 而且每個人都一定要喝掉它 但Jones每一次都會解釋 這是一個忠誠的測試 當時那班人就理所當然地 聽從Jones的命令 喝了它 1978年11月14日 美國國會議員Leo 組織了一個調查團隊 帶著法律顧問和幾個記者 去到瓊斯鎮調查人民聲典教的事件 當時Jones舉辦了一個歡迎會 議員陸續在瓊斯鎮找了三十幾個信徒 文化 但是他們聽到的答案 全部都是 我很喜歡這裏 這裏很自由 我永遠都不會回美國 我這輩子都未遇過這麼快樂的事件 11月18日 就在議員對Jones放下解釋 要搭小型飛機離開之前 有一個信徒偷偷地放了一張紙條給他 上面寫著 求你救下我 幫我離開瓊斯鎮 同時也有同行的記者收到類似的求救紙條 甚至有信徒 當場表明要跟他們一起回美國 而當一行人跟著議員來到小型機場 準備登機的時候 有一個信徒突然拿出一支槍 對著所有人掃射 原來Jones一早已經派了槍手去搭飛機 目的是為了殺了所有的叛徒 當時這個槍手當場殺了五個人 議員Leo也都中膽身亡 就是這一天 Jones知道這些事件會傳回美國 在絕望之下 他就召集所有信徒來到廣場 接著Jones就叫親衛隊 逼所有信徒喝一杯紅色的液體 而這次就真的有毒了 就是這樣 這班信徒一批一批地被自殺 周圍都是凄來的尖叫聲 違抗者就會被槍殺 沒多久之後 908個屍體就躺在地下 等到禽獅陣變成一片死直之後 Jones就拿出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禽獅陣的故事就說到這裡 但是邪教的事件又怎知一單呢 如果大家想聽更多的邪教殺人事件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歐草 剛才的邪教例子 大家是不是會想 為甚麼信徒那麼蠢 不懂思考 其實今時今日 很多人都不懂思考 不是說他們蠢 而是說他們放棄思考 當整個環境都叫你要這樣做 要這樣做的時候 喂大哥 那麼多事情想 那麼多事情煩 又要上班又要追星 喂我還要排壽司狼 哪有猜到那麼多事情 如果在這個時候 突然間出現了一個權威 他可以很直接跟你說 不用那麼多事情煩 很簡單 Scan 東西 大火的罩 蹲兩蹲 這樣就沒事了 整個世界都安心了 可以出街了 加入邪教 就是這麼簡單 今集 完 支持我們的創作的話 記得 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